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观看萨大叔为您带来的导塔直播比赛解说,来看一下2021年的比赛啊,那么这个是 VG对战EG的比赛,2021年吉辅Major的淘汰赛败者组,那两支战队BO3的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呢,EG是选了一套,这个不是特别优秀的阵容啊,那么没有能够取得一个比赛的优势 最终是让VG的英雄在发育正常,找到自己的一个正确节奏和装备以后呢,直接碾压了 第二场比赛,果然VG这边是把米杜莎又重新拉上了自己的一个阵容里面 前两手A加上马尔斯,第三手是补了邪影方灵,跟马尔斯形成一个combo 然后在最后一手拿出了中单的船长 中单船长打TA,这个还是很好打的 船长的水可以秒破折光,这个是TA打船长的时候比较难受的一件事情 除了这一点以外呢,船长这个英雄前期用来去带节奏的话还是比较方便 然后呢,自己这边美杜莎的刷钱的话也会比较 整体的一个节奏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 另外一个优点在于就是船长这个英雄他的一个大招的CD并不长 然后配合AA这个也并不长的大招CD的,这个CD也不长的大招技能 再加上马尔斯 马尔斯其实他的大招CD时间也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好,那么进到比赛当中来 那么这样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马尔斯他的大招CD时间呢 在一级是90秒,满级的话是60秒 AE的大招不管几级都是40秒 然后呢,船长的这个船他的一级是80秒 也就是说呢,他跟这个马尔斯的锐竞技能的CD时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而邪影方灵他的恐吓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的CD是一级100秒,满级80秒 也就是说这三个人,他们的技能CD基本上是相等的 这个时间差大概就是10秒到20秒之间 而AA呢,基本上可以保证每一次都有大招能够就配合这三个人 所以这场比赛VG他的一个整体进攻节奏会明显的要快于这个EG EG这场比赛的1号位和3号位是两个变身系的英雄 一个TV,一个龙骑士 这两个变身系的英雄都属于是这个节奏要稍微缓慢一点的英雄 比较快的是TA 但是TA他不可能一个人去快 他还是要让自己的队友去辅助 所以这场比赛EG在整个阵容上来看的话 比上一场比赛要合理的多 至少是有了足够多的控制 足够多的这个输出点 而且呢自己这边的发育也比较可靠 这个还是比上一场比赛有明显的一个进步的 所以这场比赛单纯的从这场双方的一个阵容来说的话呢 现在不太好说这场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能确定的一点就是这场比赛每度杀在团战当中的输出有可能会不够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一点 因为对方这场比赛的三个大哥位 两个是以这个护甲著称 另外一个呢是有折光 这样的一个技能可以用来去顶掉你的平A伤害 所以整个来说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相对而言 在团战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VG要难打一些 魔法输出不够他们这个阵容 这场比赛什么时候他们的输出能够呢 就是在美术沙的装备完全成型以后 他们的输出可能才能够对对方形成足够大的威胁 当然了这场比赛VG也有另外一个打法思路 就是说我不用非得要等到我自己这边英雄的装备完全成型 我可以换一个思路 换一个什么思路呢 就是说我卡你这个变身 简单的就是卡你变身 我不需要装备领先 我只要卡你变身我就可以打 然而船长是假装给了一个水 吓唬一下这个TA BG没有无数摩扁空BKB无敌 这场比赛BKB这个道具我为什么我没说这个无数摩扁空和无数摩扁输出的问题啊 EG这场比赛所有的输出几乎都来自于自己的这个纯物理伤害 然后呢又主要是以战装的这种英雄为主 再加上这场比赛VG没有那种他拿了BKB冲进阵容冲进阵场以后呢能够对对方形成巨大威胁那种英雄 所以我没有提BKB这个事儿 是因为这场比赛他不需要无数摩扁的控制 他就战装站住了跟你打就行 他的三个大哥都很肉 他站住了就能打 这边雕阳要被拿一些了 这个雕阳这个地方克了一个大药出来 克了一个大药出来以后呢 得躲一下对方的一个灵灯之刃的团射啊 还可以 一般来说是不是有无数摩扁的控制 往往要看你有没有配合的输出点 这块船长的一个水刀打的不错 一个水破掉对方的折光 然后一个二级的水刀直接把对方的血量给压下来 这里平时再过来A你一下可以 雕阳刚才这个地方的这一个平A上去找的时间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里Fly要交一血了 nice VG这边拿到一血 这样马尔斯在上路的经济现在是来到全场敌 下路Pill被对方两个人压进了塔下 但是对方也没有找到机会去击杀这个 中路这边船长这个水并没有中 船长在前期打中单的TA的话是需要有一级的标记来配合这个 配合自己的水会效果更好一点点 这边船长并没有选择去吃这个神符啊 看脸这个神符但是并没有选择去吃 看TA身上带没带魔伴 TA没有带魔伴 打船长的话推荐大家还是带一个魔伴 就是当船长去放水的时候 你只要随时记住自己身上的这个魔伴点数 魔伴增加了呢他就是真的放水了 魔伴没变呢他就是没放这个水他在骗你 你也不用躲 一般打船长的话前期是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兑现小技巧 而且魔伴这个东西通常情况下你也不用担心他没有用啊 不用担心浪费钱 这个地方是帮忙去囤一波元骨一波大爷 从阵容上来看的话呢 有TA对啊有TA这个元骨也肯定不成问题 这边给一个捆住捆住了以后这俩人输出不够啊 金龙骑士加一个凶鼠在前期这两个人的输出远远不够 去击杀掉对方一个有魔法盾的米兔莎 而且这个米兔莎身上还有四个魔伴没有吃 吃住也没有吃 这里又是一个 这个捆捆的还行啊 开局打到现在为止来看的话 EG在这个兑现方面呢 中路的船长啊 别看花里胡哨了半天 但是其实中路的船长现在经济是崩盘的 他排在六个大哥的末尾 下路的米兔莎发育的也一般 只有上路的这个马尔斯现在是真的飞 这里看一下马尔斯有没有下一轮的技能啊 这哥俩 这里再给一个破影机 这里打出来 nice 虽然附带的魔法伤害并不高 但是够了 够用就好 这里船长给上一个标记 然后给上一个水 拉回来 水起来以后折弓被打掉 对手一波 集火爆发 对方这块是开启了一个 没带反饮吗 没带反饮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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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A是自己出 插了一个真眼 我就说不能带不带反饮的好家伙 过来打TA这有点离谱了 这边A身上带了一个真眼 最后是A拿到了对方一人头 自己虽然是被Fly杀掉了 但是断一波对方TA的节奏 船长可以在中路赶紧抓紧时间补一波经济 龙骑士这个地方想打算去强杀一下 但是美杜莎身上是有一个魂类的 有一个魂类你想去强杀的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刚刚为啥不在地上种棵树 还能多弹两下 种棵树 种棵树并不能多弹啊 树只会扔出去一个松果 这个松果不会在树跟这个英雄之间谈 他只在英雄和单位之间谈 松鼠的撅破魔法盾被动吗 破的 啊不对 魔法盾 魔法盾不是被动啊老兄 魔法盾是一个主动开启的技能 他不是个被动 这个技能你可以选择开不开 看来这块船长 船长这个地方被对方扬一下 再有没有控制了 没有了没有了 A的寒生之族打上 船长这块直接插船水三连打上去 TA这边还剩一点点血 但是隐身了以后又没有繁衍 又没有繁衍 没有繁衍的话地外这个血线很低了 现在已经TA跑回到树林里边 船长的状态很残 直接进野区 马尔斯大招在长矛盯 盯住对方的一个lion 这个lion就是被墙加上平A带走 另外一侧阻挡王冠加上缠绕 留住对方的小松鼠 漂亮 呃最后这个地外有点尴尬 地外最后被塔打死了 没有对方的英雄给他输出 他被塔打死了 大陆龙骑士过来去推一下这个 一塔密度沙开始钻野发育 这场比赛虽然前期这个船长的对线补刀 是被挽爆掉的 但是他的这个这两波打的还可以 尤其是自己这两波没有死 然后呢把自己该给的控制和出租都给齐了 炸一个减速 哎抢抢到了这个双倍啊 炸了一个减速抢了双倍 而且反杀到了船长 这波船长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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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盾也不是光环啊 魔法盾不是光环也不是被动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技能 他不算被动技能 他的这个技能属性是叫切换 就是你可以选择开启和关闭 就跟他的那个什么一样 跟分裂剑一样 他的分裂剑技能也是一个叫做切换的 这个定义 你可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 开启和关闭都不会去这个消耗蓝量或者属性 现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局势 目前来看的话 EG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只不过这场比赛我 虽然他们现在有一定的优势啊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还没有说 就是优势大到什么份上 因为美杜莎的刷钱节奏 现在他刚刚开始补 而凭借美杜莎这个英雄的一个刷钱特点 和这个英雄的一个定位来说的话 他短时间内不会去召集参团 TV这边呢 也不会召集主动去参团 所以两边这个大哥在都不肥的一个情况 哎妈呀 尔斯这个技能他没有中有点可惜 被对方这里一个捆 直接捆到两个人 接着往下跑 一会恐吓砸到了 漂亮啊 砸到了以后直接缠住 然后再给一个长矛 就还是把贵给完成了击杀 还浪费掉了他一张TP nice 里头杀目前六级是没有加大招的 没有加大招的话 这个下路没有塔 应该是跑不掉了 这个位置被对方抓的位置稍微有点远 没有下路的一塔的话 队友确实支援不过来 没有办法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一个就是标准的四一分带的一个时间段 就是让美德莎自己一个人去刷钱 剩一哥四个打架 感谢126大佬的10港币打赏 大叔先睡了 明天五点起来去一场 赶紧睡觉 这个明天五点就要起床 你就睡不了多长时间了 该休息赶紧休息啊 在树林子里边追松鼠 居然追上了 美杜莎穷不用怕的 美杜莎这个英雄穷不用怕的 因为这场比赛 EG的这个阵容 他决定了他们这场比赛 要想赢下来比赛 必须是作为主动进攻的一方 而且 他们主动开团的位置 要尽可能的靠近VG的防御塔 如果他们不能在这个离的防御塔比较近的位置 去打赢一个团 而且是快速的打赢一个团战的话 变身一枚 他们这个阵容就 就比较 就比较废物了 所以他们会被自己的这个阵容选的强制的 让自己这个阵容比较 结构比较缓慢 这块其实小松鼠已经很聪明了 直接给上了一个困 来干扰一下对手 不过交扬这套技能给的呢 更加的合理 没有因为你的一个控制 就让我的技能衔接不上 再加上A的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对方的小松鼠 这会打完了以后 贴在中路磨这个中路的一塔 看看这边要守 这个时候要守 这个时候对于VG来说 就是每个塔都要守 而且VG的阵容守塔是很厉害的 还有这场比赛 对于EG来说 有一个非常非常 让他们不太好打的一个点 就是马尔斯 由于他们这三个大哥 看似有两个近战 但实际真打起来 两个近战都会变成远程 因此马尔斯的大招 对于这个队伍的一个团战影响来说 是很大的 对方马尔斯大招给出来 对手恐吓给张倦 再加个A大 四个人全中完美团 船长接上一个水 先带走对方的一个flat 再带走你的一个龙骑射 TA这个地方差不多打不死了 给转头 往回撤 TP赶到战场 开变身 先击杀掉了一个AA 这个时候美杜莎 过来以后给上一个秘书一蛇 老十一这个地方 并没有选择回头 开自己的三技能 自己这个地方 最后还是被这个TP给打死了 呦呦呦 还是没有打招啊 没打招来干嘛 啊 这 这个 这个就 没办法了 好吧 这波团这就没办法了 有些操作 其实已经是打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但是 后边都有很多的处理 稍微有点点粗糙 马尔斯这边 他其实是完全可以转身 然后拿自己的一个盾 去挡一下 吸收一些伤害 然后呢这边该该卖的你要卖的 对吧 该卖你要卖的 你不能想着说 我占完便宜以后 对面人在追杀的时候 又对面有追杀能力 然后我想着全身而退 你该去卖一个人 让他去断后 需要有的 这个确实这波打的有点 有点上头 有点上头 马尔斯有跳刀 这个时候两边都是在开悟 看看对方 马尔斯可以上了 马尔斯可以上了 有大招 有大招 定住 nice啊 船长的这套技能和A的大招 没有形成集火呀 你们在打谁呀 集火呀 集火呀 兄弟们 打刀台的核心是集火呀 这个团战 所有的人都在打不同的目标 哎呦VG这个团战啊 本来这波是一个好机会的 两次了都是完美的机会 然后自己自己这个团战打的太乱了 如果后边的团战执行力还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可以 可以准备加班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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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探子来爆 欧洲杯要出大事 欧洲杯能进下来 这边秒掉对方的一个TB 秒一个就行了 卖 这个时候果断卖 别来救 这里大哥该刷钱刷钱 两个人分两头走 分两头走 分头跑兄弟 小家伙电影总看过吧 分头跑兄弟 动画片里也有这镜头 杀一个TB可以了 杀完就分头跑 让美都杀赶紧刷 太不容易了 我的天哪 可算 可算这波亏的不严重 虽然还是亏 但是亏的不严重 断一波对方这个TB的节奏 自己家的矿被对方挖了 矿被挖了 挖了就挖了吧 美都杀在下路 也是没有钱可刷 对方下路是 TB复活以后 直接踢到了下路 来那边暂停了游戏 有个很大的 统子吗 虫子吧 他想说的是 他想说的是 有个很大的虫子吗 这边看一下龙骑士 这个上来给技能 马尔斯没给大 马尔斯这个地方没给大 然后这个大招放着 掩护一下自己的船长撤退 这个 哎行吧 反正现在 别再被对方快速的击杀掉 不错 我想我要看看这个AA被击杀猪 等等的战场 You're a trusty mate 船长的这个船这波给的还行 还行但是输出不够了 一个长矛盯上去 这居然没叮到 A的大招砸上来以后 没有能够砸到对方的这个东西是有点可惜 刚才TA在前面准备卖盾 美毒杀这波直接被A死 那前面这场比赛基本上GG 皇神这波直接完成一波三杀 这场比赛我觉得VG这个状态 确实有点不配赢 下一场比赛调整一下吧 调整一下 准备下一场了可以 Radiance Middle Tower 可以用一些帮助 Where did Radiance Middle Tower go? 大叔插播欧洲杯 欧洲杯那边 那边怎么了 欧洲杯那边有啥问题吗 美毒杀前期不顺的情况下 不学大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为了加快自己的刷前节奏 这个不能算是一个大问题 大问题就上场比赛 他这个美毒杀问题不出在这 而就这场比赛问题没出在这 出在这个五位的参团 然后队友这边整集体迷路 其实是有点 团战的时候没有集火 然后呢撤退的时候呢 没有断后 好 好 没想到 快来 快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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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把船长定住,船长被定住以后,Lion给人一穿刺,直接秒掉 这场比赛不是说,问题不是在于他们说一定要去扳掉对方某个英雄的问题 不是说一定要扳掉或者抢到某个英雄的问题 再好的阵容,按照这场比赛,VG的比赛的竞技状态,还有团队的执行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没戏的 这场比赛是有机会,没有戏的 这一波VG又是一波四人开悟 过来蹲这个首塔的美杜莎 EG现在领先着11000的经济 20比11的人头 这场比赛VG其实已经可以准备下一场了 这个差距已经不是靠一个美杜莎能填得回来的了 这边通路 被对方直接龙骑BKB装到以后 再加一个换大一个大秒掉了这边 唯一一个能够对对方远程输出有影响的英雄 这样看一下对方这波要不要直接顺势直接追过了 接着打呀 龙骑士的BKB和变身刚刚开 这里再留住一个花仙子 里面马尔斯选择买活 船长和A的大招打到这个TB身上 TB可以找人换血 换血这个东西是不会被这个A的大招影响的 换血 换了以后开变身 直接点死骄阳 TA这边再加上对手的速出 带走了对方的美术杀 然后GG 也算是痛快 比赛结束了以后到下一轮老干爹的比赛 我们要干等着好长时间 然后将比赛先到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3的第三场决胜局 我是脏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